中共国营企业的巨头华润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宋林 上个星期刚刚被中纪委拘押 近来有消息指出 在过去的五年里 华润将许多投资银行交易项目 分配给宋林情妇所在的外国金融机构 而大陆记者也曾指控宋林使用情妇杨丽娟 作为收受巨额贿赂和洗钱的渠道 举报宋林的记者告诉本台 华润高价收购劣质煤矿所得到的回扣 由宋林和更高层的官员分赃 英国金融时报4月24号报道说 根据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Dealogic的数据 从2009年到2012年 瑞士信贷是华润集子公司的顾问之一 而华润董事长宋林的情妇杨丽娟 在这段期间刚好受聘于瑞士信贷公司 但是自从杨丽娟离开瑞士信贷 并加入瑞士银行之后 瑞士信贷就再也没有给华润的交易 担任过一次顾问 相比之下 杨丽娟2012年加入瑞银之前 瑞银仅仅在2004年参与华润的一次小型顾问 在2010年参与一笔小型收购 以及在2011年参与一次债权销售 而在杨丽娟加入瑞银的两年以来 瑞银成为华润两笔最大债权销售的联合账卜管理人 和华润历史上两笔最大公共收购的关键顾问 在宋林被拘捕的前几天 北京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 公开指控宋林使用他的情妇杨丽娟 作为收受巨额贿赂和洗钱的渠道 新唐人记者致电王文志 他表示最近不方便接受采访 王文志去年7月17号实名举报宋林 在华润收购山西晶业煤矿资产过程中 存在严重的独职行为 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据了解晶业集团资产中最值钱的三个煤矿 原箱 中设及红牙头 在华润电力2010年收购时 只有原箱煤矿有采矿许可证 但已过期 同时除了这三家煤矿存在问题外 晶业两家交化厂也一直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 去年3月 前山西晚报记者李建军 在网上向宋林发出公开信 6月 他在网上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宋林 引起网民关注 李建军告诉新唐人 他当时判断这三个煤矿不止10个亿 结果华润花了150个亿来买 他认为 今夜煤老板张新鸣肯定拿不走全部的钱 肯定要拿出相当一大块来回馈官员 李建军透露 在煤矿的收购款当中 有10亿元被打到四川绵羊的一个神秘账户里面 据大陆财新网和新京报报道 华润金融首席执行官吴丁 不久前被带走接受调查 华润金融官网显示 吴丁的信息资料已被删除 接近华润内部的人士表示 吴丁是山西人与宋林交好 而华润质地公司日前发布公告说 公司执行董事 董事会副主席王洪坤因个人健康原因辞职 但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王洪坤并非辞职 而是在同一天被带走进行调查 4月23号中共调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傅玉宁接替宋林职务 香港《明报》报道说 傅玉宁是经中组部多番考核后才任命 这反映中共中央在调查宋林一案上 早有计划及部署 另一方面 华润集团董事长不从内部晋升 是考虑到事件可能牵连甚广 也代表高层人事变动会陆续到来